好 首先我们关注的是新型变种病毒Omicron 它现在全球快速扩散 而且在荷兰发现 荷兰国内第一个感染的确诊者 他不是11月26号搭南非航班入境的 荷兰的第一个境外移入的人 而是就在这个境外移入的7天之前 在荷兰就已经有两个人感染了Omicron变种 其中一个人完全没有出国史 因此荷兰的社区传播可能早就已经在扩散 另外在欧洲还有葡萄牙 以色列他们现在开始出现境内的社区传播 完全变成境内的一个病毒扩散 那么各界想赶快了解疫苗的有效度 莫德纳的执行长今天表示 就目前的数据来看 现有疫苗要对抗Omicron其实不乐观 但是世卫提出建议 在对新型的变种掌握更多资讯之前 做好谨慎的防疫即可 世卫的判断是现阶段还不到恐慌的程度 非洲变种病毒Omicron除了传播迅速 恐怕在各国进航之前就已经入侵欧洲 英国苏格兰发现9例新型变种 而且近期都没有旅游史 追查后发现他们都与11月20号的一场私人活动有关 荷兰卫生单位也在30号宣布 他们从国内确诊者的病毒基因序列中 发现有比26号南非入境航班确诊者之前更早的病例 一直以为国内首例确诊来自南非航班 荷兰卫生单位的发现让Omicron真正的起源地与进入欧洲时程都产生疑意 荷兰当局还在厘清感染源 究竟是更早之前接触过非洲归国者 还是国内早就有社区传播的存在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附近的大型医院 周二突然关闭小儿科两个部门 原因是其中一名医师 曾与从南非归国的确诊足球员接触 现在确定感染Omicron 是葡萄牙首例境内传播 而以色列也传出同样情况 面对新型变种的不确定性 各国现阶段只能用手中既有的资源来对抗 也就是疫苗 葡萄牙设立国内最大的接种站 一天可起码接种6000人 最多甚至可达9000人次 号称87%覆盖率 世界第一的葡萄牙 也不敢轻忽Omicron的威胁 英国设定目标又在明年1月以前 让全国18岁以上成年人都接种完第三剂 因为除了Omicron来势汹汹 英国原有的疫情也居高不下 过去24小时有39716例确诊 159人病故 新型变种病毒重灾区的非洲国家出现接种潮 肯亚有大批民众排队施打 新巴威人也纷纷卷起袖子挨上一针 但该国完全接种率只有18.9% 当地医生担心一旦Omicron入侵将无力抵抗 而南非疫情持续不乐观 目前有128例Omicron确诊 但仍有上千例带离亲 过去24小时又新增4373例确诊 21人死亡 因为病毒传播太迅速 当地学者担心 本周末可能会达到单日破万人确诊的记录 除了病毒传播难以阻挡 各国手中唯一的武器疫苗效果有多高也是个问号 莫德纳药厂执行长班塞尔30号接受金融时报访问 预测现有疫苗对抗Omicron的效果可能不如以前的变种病毒株 但这项说法外界看法不一 而新冠口服药品莫沙东药厂的莫拉皮拉韦 30号由美国FDA指派的独立科学小组表决 票数相近反映出专家认同口服药对抗效果 但同时也对副作用感到忧心 尤其孕妇使用可能会造成新生儿缺陷 建议FDA开处方之前要设立预防措施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厘清Omicron的威胁程度之前 无需恐慌 Omicron变种不是全新的未知病毒 维持防疫的谨慎态度 才是终结疫情循环的最好办法 QBS新闻继续报道